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为什么到了他的后代却不用银字作为姓氏来称呼呢 比如秦始皇长子 人们都称他叫福苏 后来继承王位的秦始皇第18个儿子 叫胡亥 光从字面上看啊 福苏和胡亥这两个名字和秦始皇银政根本一点关联都没有 难道说秦始皇也跟现代人一样患有这个不孕不育的毛病 这两个孩子都是灵养的吗 这个问题一度困扰欧阳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在秦始皇之前的几代秦王都是以银字为姓 称呼起来都叫银什么什么的 在这里欧阳要给大家补充个知识点 这个秦始皇的名字银政的银和咱们平时见到的书银的银可不一样 这个银政的银啊 下面中间是一个女字 可得看仔细了 书归正文 这个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的秦孝公叫银渠良 在称呼秦始皇的时候 人们也习惯在他称位后面加上他的本名银政 而他的老爹秦庄湘王 虽然是人习惯于称他为义人或是子楚 但是他的本名也是叫做银楚的 今天我们先不讨论秦始皇的老爹到底是谁 这个千古疑问 就来说说秦始皇银政的两个儿子 为什么人们不称他叫银扶苏或者银胡亥呢 首先啊 我们要先从古代周朝的礼法开始说起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朝 那时候人们的名字成分都比较复杂 分为姓 氏 名三个部分 在称呼南姓的时候一般只称氏 不称姓 只有周朝王室成员可以称姓 那时候为了凸显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尊贵 比如大名鼎鼎 烽火系诸侯的周幽王 他姓姬 明公生 在登基之前都被叫做姬公生 再比如灭商建州的周五王 就被称为姬发 而同为周朝后裔的崇尔 本名其实也姓姬 但是由于他属于晋国 已经不属于周朝的皇室了 所以没有人称他为姬崇尔 最多叫他晋崇尔 因为晋是他的氏 或者在他尚未继承晋国君主的时候 因他是一方诸侯的儿子 而尊称他为公子崇尔 再比如问鼎中原的典故中 王孙满 他也是姓姬 但不能称姓 所以没人叫他姬满 顶多在左邱明所著的左传中 尊称他为王孙姬满 还有春秋时期的齐国国君 齐桓公 姜姓 吕氏 明小白 就算当时齐国是春秋五霸之首 这样一位国君在当时也不能称姓的 往尊贵里教啊 也只能称其为齐小白 现在很多人称他姜小白 其实很不符合当时周朝礼法的 要是有人在当时也这么叫他 那可是大大僭越之举 然后呢 虽然周朝礼法有那么多规矩 但是啊 例外还是有的 那就是公元前三二五年 当时处于战国中后期的秦国 已是十分强大 秦桧文王自立为王 从此情况就不一样了 当时由于周王朝权威严重衰落 从地位上来说 秦国王室已经能与周王室平起平坐 甚至超越周王室了 所以秦桧文王就有了称姓不称氏的特权 而在公元前三二三年的时候啊 随着为了对抗秦 齐 楚等大国的魏 韩 赵 燕和中山五国结成联盟而称王 史称五国相王之后 周朝王室的权势彻底消失 所以从那之后 所有的秦国王室成员 都有了称姓不称氏的特权 而在这之前啊 所有的秦国君王 都是没有资格称自己为燕什么什么的 只能以赵氏相称 因为燕是秦国王室的姓 而赵是氏 所以按理说啊 秦始皇营镇的两个儿子 扶苏和胡亥 都是有资格以燕字称姓的 那为什么后人史书不这样称呼他们呢 其实啊 都是因为后世撰写历史的人 大多都对秦国 尤其是秦始皇持有批判的态度 就好比三国演义作者罗冠忠 尊刘扁曹 而三国制作者 陈寿 尊曹扁刘 只不过在秦国身上 大家都出奇的一致 纷纷贬低秦始皇 大力营造一种 秦国君主残暴的印象 给秦国贴上暴秦的标签 这样一个暴虐的王朝 是不能和周朝 还有后来的汉朝相提并论的 从而刻意忽视秦国王室 在秦位上享有的特权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史记里 作者司马迁曾用过赵政 来称呼秦始皇 显然就是不承认秦国的正统地位 人就把秦国当成 周朝下属的一个诸侯国来看待 这里啊 欧阳要提一句 如果说这个秦二世胡亥暴虐 背后人剥夺了秦姓的特权 那他也是咎由自取活该 因为他确实不但十分残暴 重脸赋税 大心摇曳 挥霍无度 光是修建秦陵和阿旁宫 就引起全国人民怨声载道 而他还荒淫无度 让人不忍直视 而胡亥也没干出什么功绩 反倒把祖上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 给葬崇的一干二净 所以后人啊 不用吟姓来称呼他 那也是他活该 但是秦始皇的攻击还是非常伟大的 他统一六国 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混乱的局面 很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除此之外啊 他还统一了文字 货币 还有杜梁衡 对于秦国和后世的发展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农业和经济上 大力开发荒芒之地 新修水利 修建交通 在军事上夺取核桃地区 修建长城 抵御匈奴 所以啊 先不说很多 像是焚书坑儒 这种主张秦始皇残暴的故事 到底有几分真假 但光是他的这些功绩 也足以盖过种种非议 大家也不敢去剥夺 他的称性不称式的特权 哎 千古帝王 终归一捧黄土 信啥名 谁又有什么要紧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 欧阳就说到这里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给欧阳留言 或者点个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